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使不细的讲 没有个个把小时 也很难说的明白 而为了做三分钟左右的短视频 并且想从下朝快速的讲到近现代 因此只好讲一些朝代的关键点 并做到尽量的不显得很突兀 有些内容做的不是很好 还请大家多担待 等完成了从下朝到近现代的视频 咱们再去详细的讲某个朝代的某个有趣的故事 这样就不会太过乏味 在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 上期咱们说到了汉武帝刘彻 这期咱们接着往下讲 刘彻去世后 汉昭帝和汉山帝先后继位 汉昭帝是刘彻的哨子刘福灵 而汉山帝刘病义则是刘晋之子 是汉山帝兄弟的儿子 刘病义之所以能继位 是因为汉昭帝没有子嗣 汉昭帝和汉山帝这两位都算是比较英明的皇帝 和咱们上期讲的文景之志一样 这两位皇帝在位期间 西汉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 乃至科技文化都非常的强盛 因此这段时间被人称之为朝宣忠兴 也算是一个极高的评价 在汉山帝统治时期 西域各国为了摆脱匈奴的亲友 也都选择了归附西汉 在西域归附西汉后 使中原和西域的文化交业日益紧密 使汉武帝刘彻开辟的丝绸之路得到了更长足的发展 让西支的国力达到了空前的鼎盛 汉宣帝之后 汉元帝刘氏继位 汉元帝时期 兄奴善于时常来犯 被汉将陈塘斩杀后 便有了著名的名犯强悍者虽远必诛的口号 大家所熟知的 汉武德邦者虽远必诛 就是源于此 不过虽然汉元帝征服了唯一的强敌 但由于后期土地兼命的盛行 以及中央集权渐渐的走向衰退 再加上内部的矛盾加剧 使西汉从此渐渐的走向了衰退 好了 观众朋友们 本期视频就先讲到这儿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一下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